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在今天清晨最低温在淡水只有15.2 目前的台北的温度升到了21度了 已经比昨天中午的16度要高了5度左右 因为冷空气的强度在白天的时候开始逐渐的减弱了 中部地区24 南部地区23度 到了东半部地区有点短暂雨 在花莲到台东地区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色调强化的云图了 从这张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我们在台湾上空的云层的发展量来说 最主要在昨天前天的时候 北方有高压东移带进来东北风的影响 整个北中部以北天气湿湿又冷冷 南边的低压系统带上来的水气 使得南方上来的水气影响 在台湾上空都有一些僵雨的状况 雨量的部分不是很大 但是呢 湿涼的感觉反而很明显 今天我们可以注意到 台湾上空的水气发展正在减少 前半段的覆灭系统的水气将要逐渐的东移了 后半段的水气发展量来说呢 将会逐渐的在往北抬升 所以我们的僵雨形态来说 在明天开始将会减少 只剩下北部地区有一点点零星降雨 中南部的阳光可都要开始露脸了 接着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在这个礼拜的天气 随着北方的高压系统进入到东海之后 风向开始变东风 温度开始在明天上升 接着呢 礼拜四 礼拜五好天气 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北方有高压又要下来 风面云带到台湾北方海面 就是在这个周休假期 北部地区有点雨哦 那中南部仍然是天气几朗 不过 再来要注意什么 注意就是在夜晚的时候 西半部地区跟外岛地区 夜晚都容易会有雾的状况 晚上出门行车 能见度差 要注意了 接着来看一下各地的温度了 今天晚上的气温状况来说 已经开始上升了 有没有看到 升到20楼 明天可以到26度了 北部地区只有在北部海岸线 东北角 台北东边 有点短暂的僵雨 而到了西桃园以南都是阳光露脸 中部地区阳光露脸 日夜温差变得比较偏大 但要特别注意的是 云加南在晚上的时候 容易有雾的状况 南部地区中午暖 到了东半部地区早晚云亮多 外岛地区夜晚比较偏冷 提醒您晚上有雾哦 行车方面要小心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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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